解決一下Fogger在中文的問題 如果你在這邊 你點進去 他預設 預設是不是英文的字體 所以請問在這邊你打中文打得進去嗎 打不進去喔 真的真的 你看我在這邊點兩下 我要打中文 有沒有發現打不進去 他有跳一個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國際版的時候 你要留意一下 麻煩你第一件事情 請把你的字體 換成中文的 那你在看這裡的時候 會有一個 不一樣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有的是綠色的 綠色勾勾 有的很多問號 這些都是你電腦裡面的字體 那綠色勾勾代表說 他這個裡面已經有什麼 有用過的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像我們找一下 我用另外一個 用另外一個 好在這邊 如果我在這裡 針對他 如果呢我們來找 中文中文 好這裡有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沒有微軟的正黑體 有沒有 問號 你就把它點一下 他會出現一個這個畫面 告訴你說他現在在什麼 宰入中 所以你要 電腦慢一點 要喝點咖啡才能夠提升 那這種是英文字體就比較快 但是這只有第一次需要而已 所以你用過一次之後 那他裡面就變綠色勾勾 這樣你就不需要再做這個動作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 他的好處就是 這些字體呢 跟PowerPoint有點不一樣 來我問一下各位 如果你在PowerPoint裡面 用的比較特殊的字型 拿到沒有那個字體的電腦 請問會變怎麼樣 字還在 只不過打回原型 就看是用性命體 或者是標改體 那這邊的話呢 他再把它封裝成就是 他的簡報的時候 他會把這些字體就 砍入在裡面 當然我們不鼓勵各位用太多 因為用太多 檔案就會變大 也是 都是一樣的 所以 你看現在這樣好了 等一下他OK了之後呢 你在這邊 就會看到他是綠色勾勾 這樣對中文字體有沒有問題 另外順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要用字體的部分 請問可以隨便用嗎 千萬不要隨便用 萬一用了 被告很麻煩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我在這邊 我們的教材裡面 我有一個免費字型哪裡找 有沒有看到 我部落格上有寫一系列文章 介紹一下 但是不可否認 我們現在可以用的 免費的中文字體 繁體的真的不多 主要最多的就是王漢中這個 王漢中這個字體大概二、三十套左右 那當然 你還有一個可以去找的 是在這邊 叫做全字庫 全字庫 我順便講一下好了 好不好 字體安裝我想 那個大家比較沒問題 反正你要下載就好 但是呢 有一個全字庫 這個就很好用 這個部分呢 請問你 有沒有 有時候需要一些 書法字型 通常會用在什麼 做標題 或是美工上面 那這個網站就有提供這些格式給你 提供這些格式給你 那 它本身也有提供 就是正宋體跟正凱體 不過我想大家用到這個機會比較少 因為 電腦裡面就有了 所以我找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歷代書法名家 法帖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把它按下去 點過去 你就在上面這裡 出入你的 要查的字 它的缺點就是一次只能查一個 明年怎麼年 各位 你沒有數來保嗎 明年不是老數了嗎 今年住啊 對啊 所以我們數年 找一個數好嗎 按下Enter 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告訴你 你電腦裡面有這個字型 全字庫的數是長這樣 但是這都不是我們要 請往下走 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兩個 縮文解釋 還有山西堂法帖 你就可以從這邊 那縮文解釋沒有 沒有其他作者嘛 就只有許勝嘛 好 那你找這邊也可以 反正 我通常都全部 一起 叫出來 全部 拿出來 有沒有看到那麼多人寫數 對不對 你要哪一個 你就找他 或找他 好 比如說你要許勝的 我就點一下 好 你往下看 往下看 有沒有看到這三種格式了 來 請問你 這三種格式你認識哪幾種 PNG 是點陣圖 對不對 這兩種格式是向量圖 這一種 你跟我講說不認識 我是 真的 心裡很有很大的問號 你知道嗎 因為這種格式 WMF 跟EMF 是微軟 Windows 內建的向量格式 你知道他出現在哪裡 各位 你們的 那個啊 美工圖庫裡面 有沒有很多 放大縮小 不施震 就是這種格式啊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他 好 那因為呢 他現在提供的這個 PNG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看到這個 其實是沒有去背的 你要自己再用去背的工具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會比較接你 直接拿 這種的就好了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下載下來了 好 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把我們的 Office 不管你用哪一個 我把它打開 我用PowerPoint 打開之後 欸 就可以直接拿進去囉 好 我找一個有背景的 OK 按著他 丟丟丟丟到這裡來 有沒有去背的 而且 放大縮小 有沒有一樣清楚 你如果拿的是這個PNG 你看 你把它複製 拿到這邊來 有沒有沒有去背 而且呢 你一放大了之後 有沒有有點糊掉了 銳利度真的不一樣吧 真的齁 那請問你我們Folk Guide 可以用這種格式嗎 No 不行對不對 那怎麼辦 有沒有變通的方法 有 我問一下大家 請問 你們電腦裡面 有沒有沒有 叫微覽Office 的 應該都有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在這個上面 按右鍵就好 有沒有一個叫 另存 我看一下 另存存圖片 你把它存出來 這裡 有看到一個叫做可稀式網路圖形嗎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PNG 所以呢 其實你透過Office 或者 你如果跟我一樣 像我現在電腦裡面 是沒有裝Office的 因為我裝的是LiverOffice 免費的 它也有這樣的功能 也有這樣的功能 我就把它放到桌面上 好 在這邊我就選擇 PNG 儲存起來 OK的 現在呢 我可以回到我們剛剛這邊 就可以拿進來囉 你看 我找到這裡 找到桌面 圖片1 丟進來 這樣有沒有去備 而且大小 是不是跟你剛剛在PowerPoint一樣大 一樣大的 所以如果你要比較大張的 你就在PowerPoint裡面 把它放大之後 再拿出來就好了 這樣你就可以有去備的 這些美工資就可以拿進來 這樣OK 所以我順便把這個地方 跟字型有關的 我就順便跟大家一起介紹 好 你可以找找看 這個叫做全智庫 那全智庫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政府的單位 因為它原本不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 它原本是要做什麼 同學 朋友裡面有沒有很多有特殊字的 有對不對 所以呢它就負責造字有沒有 所以它的目的 當初主要是做那一塊 那這個書吧 這個名家的這個字帖 是算是比較附屬的功能 可是呢我們在做簡報也很好用 因為你不用去下載什麼字體 而且你又沒有買 對不對 萬一被人家發現了 會有問題 有版權上的問題 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就可以找 不管你用我們剛介紹的這個王漢中的 還是你要用這個 那個全智庫的 都是一個解決的方案 那全智庫上面它有提醒你 如果你要用 你只要注明出處就好 它不會告你 OK